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部关于吸血鬼的影片 富豪小伙嫌弃人类,成为吸血鬼活了几百年 故事从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开始 身穿黑色西服的神秘长发男,询问一名记者 你像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吸血鬼 记者回答道,难不成你就是吸血鬼 邀请我来就是为了吸干我的血 那我是不是应该在死前吸根烟冷静下呢 记者看似很平静,内心其实慌乱的一批 当他听完长发男的故事,可能会后悔今天的见面 事情要从1791年的美洲大陆说起 长发男名为路易,是牛奥利亚南部的一位大农场主 是当时时代下的一位超级富豪 他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潇洒快乐的日子 可是他最爱的媳妇因为奶产死去 之后的半年,路易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 整日训酒来麻痹自己 希望有人能够一枪打死自己 他的行为并没有令他感到解脱 反而招来了死神的路易 一位活了几百年的美男吸血鬼 莱斯特对他产生了兴趣 莱斯特询问路易,是不是感觉到生命没有意义 酒色无味,失之无趣 连活下去都失去了意味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带你脱离痛苦 不再受人世间的病痛烦扰 带你见到一个新世界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路易 他是吸血鬼的事情 路易和太阳告完别后 莱斯特一口吸掉他一半血 他让路易选择喝掉他的血 路易就会长生不老 永保青春 不喝的话就会死 在生理死别前 路易喝下了莱斯特的血 一阵剧烈的疼痛感遍布全身 随着抽搐 路易停止了心跳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新鲜 仿佛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路易作为吸血鬼得到了重生 同时他也知道 人类所认为的十字架 大蒜等驱魔玩物 对吸血鬼是没有作用的 而且吸血鬼每一天都要吸尸血液 只能在晚上出没 莱斯特亲手教他如何吸光人类的血 吸血鬼自带一种麻醉技能 吸尸血液时 人类是感觉不到的 这点类似于蚊子 成为吸血鬼的第一天 路易将路人杀害 虽然身体已经不再属于人类 但是他的内心还是烦人 他对吸尸人血这件事情很苦恼 莱斯特告诉他 其实动物的血也能够消除饥饿 只不过味道差了那么一点 这种方法只有在远渡重洋的海上 才会被逼这么做 莱斯特是一位非常讲究的吸血鬼 每天晚上 他会吸两到三个人 年轻少女是他的开胃菜 英俊美丽的年轻人才是主食 并且他还拥有独心术超能力 这一天 两人来参加贵族的约会 目标是一名贵妇和小情人 莱斯特负责处理掉小情人 路易负责贵妇 但是 路易还是突破不了人类的烦心 当着贵族的面将宠物狗给吸掉 这还不算完 接下来几周 莱斯特依然放纵地吃着大餐 而路易只能餐食养殖场的鸡鸭 鸽子等家畜 由于他们一直在一个地方找食物 人们相继在河里找到了被害者的尸体 他们怀疑是可怕的瘟疫 于是 每天晚上都做仪式跳一整晚 这直接导致他们两个人被饿了好几天 当女仆安慰路易不要害怕时 吸血鬼的本能促使他咬了下去 明明是路易犯下的错 被奥把锅甩给莱斯特 一怒之下 他将整个庄园稍微回忌 失去了原来的住宿 路易和莱斯特只能暂时住在旅馆 但 两个人还是因为吸血鬼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 就算是莱斯特把人处理掉 只让路易喝血 他也不愿意喝下 惆怅的路易行走在大雨之中 在饥饿的促食下 将路边的老鼠吸干 迷茫之中 他遇到了因为黑死病 成为孤儿的克劳迪亚 强烈的饥饿感涌上心头 路易一口将迪亚吸了一半 发现自己做错事后 路易首先想到的不是弥补过错 反而选择了逃避 和当初失去妻儿一模一样 作为他的强力搭档 莱斯特知道路易心里有愧 为了消除他内心的罪恶感 莱斯特将迪亚变成了吸血鬼 本来打算要离开的路易 这下被牢牢的抓住 两个人对待迪亚 就像是自己的女儿一样 给他各种好玩的玩具 各种时尚服装 连随意在家吸血这件事都纵容他 每天白天 他都会和路易 急在一个棺材睡觉 为他请最好的音乐老师 反正就是一顿溺爱 小女孩由于处事未深 再加上成为吸血鬼石 莱斯特消除了他之前的记忆 脑子一片空白的他 不知道做事情的底线 依靠着莱斯特的指导 迪亚完全成为了一个小恶魔 长相甜美在脸蛋下 藏着一颗杀戮的心 他不分地点 不分职业 肆意残害无辜的人群 有一点 是吸血鬼的专属特点 那就是 永远不会变样 成为吸血鬼那一刻是什么样 以后永远也都不会变 就算是把头发剪掉 过不了几秒 便会长回原来的样子 这件事情却成了敌压的痛点 因为他并没有完全发育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孩子 实际年龄早已是长寿老人 思维的增长 令他对自己的身体和之前成为吸血鬼的事情开始怀疑 当得知自己是由人类变为吸血鬼时 他十分痛恨莱斯特 把所有的过错都怪自于救下他的人 而路易看着他变成这样 却一点没有教导他了 一味地溺爱自己喜爱的事物 此时的路易和迪亚的关系是非常模糊的 毕竟都是活了几百岁的老人家 而且两个人并没有血缘关系 表面看似是妇女 深层次的关系可能成为恋人 两个人都把自己的过错怪罪于莱斯特 他们想要开始新的生活 就必须将莱斯特杀死 莱斯特曾经告诉过他 千万不能吸食死人的血 否则他们会身体出现不适 迪亚利用这一点 花烟巧语欺骗了莱斯特 让他吸食了死人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莱斯特其实还是非常信任迪亚的 他本可以通过毒心术 知道要害他的事 但是他丝毫没有想到迪亚会这么做 到底谁是善良 谁是邪恶 他们将莱斯特的尸体扔进了沼泽 让水里的鳄鱼蚕食他的身体 之后两个人过了一段甜蜜时光 其实生活状态和有莱斯特时 并没有什么两样 可怜的莱斯特就这样背了黑锅 而作为本片的颜值担当 莱斯特带着愤怒重新活了过来 他在沼泽 靠吸食各种小动物恢复 很可惜 莱斯特再一次在打斗中 因火烧身 第一次被迪亚杀死 第二次被卢伊杀死 这两位都是被他救活的人 我只能说莱斯特你认倒霉吧 路易和迪亚跑到一艘商船上 打算再一次开始新生活 由于船上没有老鼠 他们只能吸食其他的乘客 在生与死之间 路易破坏了不杀人的原则 终于 飘荡多年之后 他们两个选择在巴黎定居 这些年来 路易很想知道一件事 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吸血鬼 吸血鬼的创造者到底是谁 一天晚上 路易遇到了巴黎一位大佬吸血鬼 阿曼德 他递给路易一张名片 让他晚上去大剧院 阿曼德在巴黎拥有一大堆手下 他们通过舞台剧 饰演吸血鬼 当着观众的面吸人 观众还以为是演戏 殊不知是真的 任凭被抓的女孩疯狂求求 台下却更加兴奋欢呼 阿曼德看中了路易拥有另类的想法 他知道 他现在的手下 过这种生活已经几百年 这么些年 手下的思想早已腐化 没有任何改变的想法 机器时代马上就要到来 如果不做出创新 他们很有可能被新世界所淘汰 阿曼德告诉路易 你认为你的善良行为就是善良吗 所谓善与恶 只会让你活在痛苦之中 仅仅因为一件错事 自己也要把自己折磨得半死 据他所知 他已经活了四百多年 从来没有见到过比他老的吸血鬼 他认为 路易是可以作为时代转折的人物 他们两个可以一起作为新世代吸血鬼共存 至于那些腐朽的手下 他早已抛在脑后 同时 他通过读心术告诉迪亚 让他离开路易 当他们离开剧院时 路易明白了自己错怪了莱斯特 因为自己的思维 在当时并没有达到莱斯特的层次 碰巧的是 他的想法刚好被阿曼德的手下读到 路易觉得他找到了比莱斯特更好的老师 他对路易毫无保留 会把知识都传给路易 迪亚已经意识到路易可能要离他而去 于是找来了一个人类妈妈 希望路易让他变成吸血鬼 因为迪亚太小 没有让别人变硬的能力 迫于无奈 路易只能答应了他的要求 从这里可以再次看到 路易一直没有自己的主见 思想行为受到别人的道德绑架 不做这件事就好像对不起迪亚一样 明明说好不杀人 却因为迪亚的要求破坏了原则 还没等女人成为吸血鬼 阿曼德的手下便找到了他 他们用毒心术知道了迪亚杀死莱斯特的事情 他们打算让迪亚接受阳光火烧之行 路易被关押几个世纪 身为老大 阿曼德什么也做不了 因为这是他们几百年来延续的规矩 就这样 迪亚和妈妈受到了太阳直射 化为了灰烬 阿曼德冒险将路易救了出来 当他赶到时 迪亚已经消失 看着眼前以正义为幌子 随意出绝其他吸血鬼的垃圾 路易伤心欲绝 愤怒之下 路易一把火将大剧院烧掉 里面的吸血鬼无一幸免 全部烧死 此次事件后 巴黎只剩下路易和阿曼德两只吸血鬼 阿曼德提出了他的想法 他想和路易作为新搭档 一起在新世界活下去 路易意识到 身为吸血鬼 他们活得足够长久 如果不能够接受新的思维和方式 他们将会独自一个人孤独的活着 就好像他的手下一样 几百年关在大剧院里 完全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况 他们通过舞台吸人的事 也将因为世界的消亡而毁灭 就好比一个只有小学文化阶层的人 和大学教授聊天 你认为他们有共同的话题吗 阿曼德活在过去 假如他来到了现在时代 大家都在讨论手机网络 他却才讨论中世纪贵族 关键问题是 连交给他玩手机的人 他都找不到 看似他存在于这个世界 但是却和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联系 那么他存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义 死也死不了 活也活的什么都不是 而路易不同 他一直和世界有所联系 虽然做事情很没有原则 但他知道他没有像阿曼德那样孤独 所以他拒绝了阿曼德的邀请 时间转眼过去了多年 路易和现代社会处得非常融洽 去电影院看看电影 没事逛逛畅场啥的 这一天他来到一座废弃的屋子前 里面坐的人正是再次逃生的莱斯特 此时的他失去了光鲜亮丽的外表 穿着破烂 脸色煞白 一点活力都没有 当飞机照射到他的身体 他显得格外害怕 貌似对这个新世界事物非常害怕一样 而路易却一丁点都不惧怕 两个人的反应更能对比出 思想对吸血鬼的影响有多大 以上就是记者对路易采访的所有内容 当记者听完路易的话 他认为 路易是想让他入伙 所以恳求路易让他也变成吸血鬼 而路易并不是这种想法 他其实就是无聊寂寞 自己具有传奇的一生 没人知道 岂不是一种浪费 所以他拒绝了记者 并赶走了他 虽然没有成为永生的吸血鬼 但是路易的报道 足以让他大放光彩 于是他兴奋地幻想着 未来走上人生巅峰的梦想 但是莱斯特已经等待了他多时 一口将他吸干了一半 莱斯特抱怨 听了几个世纪的路易哀嚎 他给了记者一个从未有过的选择 这个选择就是当初给路易的选择 到此 电影告一段落 从结尾能够看到 莱斯特并不惧怕 现代社会的机械和灯光 单单从他能够驾驶汽车就能体现 所以 之前他害怕灯光 是假装给路易看的 整部剧 活得最洒脱的人 就是莱斯特 他知道 自己虽然拥有人类的面容 实际上却是神一般的存在 作为神 人类的规则是无法约束他的 时间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他是长生不老的 他享受每一段人类时代 尽情地寻找乐趣 即使没有人陪伴 他也能够活得潇洒自在 作为神 他早已将人类情感抛制脑后 如果不这么做 他将会永远活在 和认识的人生离死别痛苦之中 路易曾经问过他 难道不害怕西石人类下地狱吗 现实却是 路易因为西人活在痛苦之中 并且延续了几个世纪 而莱斯特却在享受这一切 到底哪个活在地狱 这点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莱斯特的生存观念 就是用西绣狗的姿态观察一切 用西绣狗的方式活着 最可悲的是 路易他拥有神的能力 却想要活着像人 他认为西石人类是残害生命 难道西石其他生物就不是生命了吗 这种伪善根深蒂固猜杂的思维当中 同时他也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 第一次因为失去妻子 他并没有想办法重新恢复 反而整天喝酒找人寻死 一味的只知道逃避现实 当莱斯特帮助他重获亲生时 他认为找到了脱离苦海的药 没想到他在吸食血液问题上再次逃避 不敢面对自己是吸血鬼的事实 之后不小心将迪亚洗干 他并没有想办法补救 却在第一时间跑了出去 躲在了角落哭泣 难道这样迪亚就会活过来吗 最后还要莱斯特帮助他处理后事 迪亚身为路易最爱的女孩 他却纵容迪亚吸人 此时内心的善良哪里去了呢 可以说路易是一个逃避现实 胆小懦弱的人 他的定力也是一团祥的存在 莱斯特救活他 就是因为感到路易有趣 可能会在他的人生中带来快乐 得到心生的路易对莱斯特百般顺从 认为莱斯特就是他的老师 后来接触到迪亚 被忽悠解决了第一任老师 遇到阿曼德 他感觉再次找到了新老师 于是抛弃了迪亚 打算追随阿曼德 迪亚让他变一个妈妈给他 路易依然破诡言则吸人 最后突然意识到 如果和阿曼德一起做搭档 几百年后 阿曼德可能会因为路易思维不化 落伍而遭到抛弃 后果很有可能和当时的手下一个下场 所以他拒绝了阿曼德的邀请 独自一个人寂寞痛苦地活着 实在忍受不了内心的苦闷 便找到了记者发牢骚 总结来说 路易就是一个没有定理 随风摇摆的诺夫 遇到困难总是逃避 认不清现实 莱斯特才是活得最潇洒的人 他与时俱进 将自己吸血鬼的身份 活得逍遥洒脱 不会因为感情背叛问题 折磨自己 他丝毫不在意 路易和迪亚杀了他两次 这一切他早就不放在心上 最为重要的是现在该如何开心 到此 本片老一条算是正正经经的讲完了 从这部电影 可以看到很多现实人的样子 所有人都希望像莱斯特一样 潇洒地活着 但最终发现 我们都活成了路易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